北海居邻大道今早13车连环撞 上班交通尖峰时段击打居邻路段 有一辆托格罗里撞上了交通工具 引发了事故 共有4个人受伤 也造成交通大瘫痪 车祸发生在往华林方向第21公里处 萧整局今早7点37分接到投报 派员赶到现场 发现其中几辆车撞得悔不成形 其中一辆车后半部压在罗里底下 萧整员赶到前 公众已经救出了所有4名伤者 当中包括一名女性 伤者已经送到居邻医院治疗 车祸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